崔老板的加工厂在河南 他说当时通过朋友介绍 帮湖州腾越服饰有限公司 做加工业务 他那个材片拆好以后 我们负载给他加工 加工成品给他 约领付款呢 他说每个月给我付70% 那个服装加工费的70% 每个月 付了70%以后呢 那个剩下的70% 他年底给我付清 崔老板说 双方从去年6月开始合作 一开始对方都在当月按时付款 可从去年11月开始 自己就收不到钱了 他算了算 对方差自己去年11月 12月和今年1月的钱 还有之前5个月 每月30%的加工费 总共12万多 他跟公司一位民总联系 对方表示 别人还欠公司300多万 今年真的没有办法 只要外面的欠款 十分之一进来 钱就能付掉 三月初 崔老板来湖州找到民总 谈了好长 我跟他等了三天 三天呢 一直他都跟我说没钱 没钱以后呢 最后趁着家里工厂的工人呢 也在逼我 他说要工资 然后呢 我给他讲 把我的那个难处呢 我都给他讲了 他再给我打了两万块钱 打了两万块钱呢 他给我承诺呢 就是到15号 他再给我打了两万块钱 然后呢 每个月呢 他给我打一万块钱给我 我再同意了 等到3月15号 崔老板还是没有收到钱 他说 因为实在等不及 就跟妻子开车赶到湖州 在公司楼下 看到民总正要开车出去 然后呢 我老婆呢 就在门口呢 在他车呢 前面拦了一下 他给我车 开了车 给我老婆 转了多远 然后呢 我就喊他 我都跑到那个左车的车门那里 我给他讲 他也不听劝说 直接从我脚上压过去了 然后我现在在医院里边 现在有没有骨折啊 现在骨折呢 医生说呢 可能还要到一个礼拜以后 再能复查一遍 崔老板的妻子没有受伤 他带记者 找到湖州腾越服饰有限公司 里面有不少员工在工作 都说领导不在 记者电话联系上公司的民总 他说 自己在外面办事 当时并没有开车 撞到崔老板的妻子 至于崔老板脚受伤的事情 警方也到过现场 老师们他自己 站在边上那个脚伸过来 可能稍微碰到了一点吧 这个欠了货款 他里面有有有有 有其他的事情的啊 因此我们做坏了啊 目前差多少钱我不知道的 您这边没有账目吗 账目账目我也不知道啊 账目有财务会计队的啊 到底差他的钱 不差他的钱 我咋知道的 财务这两天在生小孩了 没在上班 那我们公司没有别的财务了吗 暂时现在没有 如果你要 如果假设说他有 衣服欠他的货款 叫他做法律程序啊 崔老板表示 加工的公益单 他都保留着 也没有做坏衣服 希望民总能把钱结清 民总后来赶回公司 表示不接受采访 是否欠钱需要再核对 记者从湖州知南派出所了解到 对于崔老板受伤的事情 他们正在调查 邮宝黄剑记者 湖州报道 评论 请留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